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比较评论向的片段就会放在大巴台 一些比较资讯向的片段就会放在新闻台 所以大家请留意 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只订阅了大巴台 订阅新闻台的片子晚上也有得看的 但现在将就不会再发生 所以如果你只订阅了大巴台 但又对一些资讯方式的片段有兴趣的话 请你也要订阅新闻台将来才可以看到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看不到新闻台那方面的片 但当然有些朋友真的没有兴趣 这就无所谓 不过纯粹给大家更新 不好意思 阻挡大家时间 说回这一节节目 昨天我们的球赢 虽然赢了 但也有些商庭的问题 大家要留意 庭是什么事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年轻的中坚 杜安沙比昨天 就拿了一张王牌 就是已经在欧联比赛里面的第三张王牌了 包括在PSG那场拿了 这一场巴沙克舒熙的第一场和第二场都拿了 那三个王牌的后果是什么呢 下一场就要自动停赛一场 下一场我们就会是 下个星期对着PSG的主场 大家都知道 上一次我们对PSG 所以杜安沙比在三中坚里 真的做得相当出色 他和云比萨加两个 把尼玛和麦巴比 都放在他们的口袋里面 下一场PSG这场球 就将会没有杜安沙比 所以大家都要看看 又考考苏斯一查 怎样可以排出阵 起码都要拿一分 另外关于 商那方面 昨天 连多洛夫半场就被换走 然后 云比萨加也是被换走 两个都有一些伤 因为 两个换出后 都直接进医室 应该就有些治療 要做 暂时来说 苏斯在赛后 就这样说 他们应该是一些小小的伤 连多洛夫 就是脚差的问题 而 连多洛夫 就是这个背部的问题 当时已经赢了 所以 便换他们出来 稳定起见 所以 如无意外 接下来 收藍顿 那场球 应该他们两个都可以 尤其是 连多洛夫 的背部 其实也是一个 不是新的问题 我想 仰着来 他都可以继续支持 但是 英超的情况 好一点 因为 反而欧联 下一场 就要停在一场 中间的问题 就比较 紧绝一些 好 再说回 另外一位 之前受伤的球员 普巴 刚刚这场球员 没有他分 西部浪那场 也没有他分 虽然 在这场球之前 他和大队一起训练过 但他的脚差 仍然是未得 苏斯阿茶 就说 他的脚差仍然是肿起了 虽然他训练了 但是 感觉也不太良好 所以他都决定了 不踢 休息多一场 但是 理论上来说 休息多一两天 就有机会踢 所以修咸顿那场球 普巴是有机会 当然也要看一两天 究竟他受伤的情况是如何 奴基索尔 仍然是同样的情况 他在国际赛之前 已经受伤 刚刚在外环顿那场球员 被换出 原本 苏斯阿茶说 他起码都要五六个星期 现在过了个多星期 他就说 苏尔的进展都不错 其实这个 大队筋的问题 都不是第一次 所以一定要小心处理 他现在还未和我们一起训练到 好 但是 如果他服完 是顺利的话 希望 可以四至五个星期 可以踢回 即是希望 可以预期 早一个星期 可以复出 所以暂时 至少到12月23日 才有机会看到 梳尔在上陣 另外 拜里 就是 他在国际赛的时候 我认为他当时 真的叫做无伤 他跟了国家队 结果 比利时那场球 就是有个肌肉的受伤 其实说真的 也有点怒气 记不记得 明明他都说 之前受伤 为什么又要跟国家队 跟着国家队 又再次受伤 究竟是怎样 大家都未知 但是拜里 刚刚过 之前那星期一 就和大队有操练做一课 他也是刚刚回 大队操练 苏尔赛就说 可能要多三至四个星期 真的不知道 暂时都未知是怎样 但是 由于他已经操练了 如果假设他操练 没有继续新的问题 他就应该 在未来或下星期 有机会复出的 OK 另一位就是 年格特 年格特 刚刚跟一位 中招的朋友 有接触 所以他也要自我隔离 暂时应该 根据 我们见到的资讯 没有说他中招 就是纯粹隔离 OK 另外还有一位 大家都很久没有见 就是一代中司 阿菲利普中司 Phil Jones 他真的一直 膝头问题都困扰着他 再加上 无论是英超 或者欧联 其实他都榜上无名 所以就 真是不知道 搞到什么时候 但是 Susica说 12月是有些机会的 但有机会都没有用 真的 也希望他快点 服完 但服完之后 其实都没有登记 除非去到欧联的 淘汰赛的时候 可以重新登记 理论上可以加回他 会不会这样做呢 真的不知道 当然 作为一个球员 也踢了万圆 这么久的球员 我当然想他快点 康復 但是暂时来说 用到他的机会 又不是很大 OK 大致上 直到录音的时间 受伤的资讯 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留意 如果有什么最新的资讯 有什么球员 可以快点 康復的话 我都会一收到封 就会和大家分享 记住 由今天开始 大家就留意 新闻台 大家现在看的 会是新闻 资讯方向多一点 但是 大巴台就看不到 大巴台就会评论多一点 如果两个资讯 两个台都一起订阅 那就看到了 如果你对新闻的资讯 不太大兴趣的话 那你不需要订阅这个台 其实你也看不到 如果你只是订阅大巴台 这条片 Anyway 我在大巴台也会说同一个通告 OK 今天是这么多 多谢 今天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